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养肝胆的传统方法 抄胆筋推肝筋 首先是早上抄胆筋 把一条腿踩在凳子上 胆筋的位置在我们大腿的外侧 大约是沿着裤缝线 这一段 我们从这里开始 置边屑 往膝盖方向抄胆 就这样来回抄胆 我们边抄胆边感受 在胆筋的路线上 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疼痛的地方 或者有颗粒感 这些都是经络堵塞严重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去疏通它 侧重多拍指向 有些人觉得用手抄胆比较累 那我们也可以用经络拍来拍胆 方法也是一样的 从这里开始往膝盖方向拍胆 利用经络拍的弹性 把力度渗透进骨右之间 我们疏通胆筋 不要两边一起敲 要疏通完一边 再疏通另外一边 更不要疏通胆筋的时候 还另外疏通别的经络 可能有些朋友问 我是Terry刚 三 抄胆筋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肝和胆是一家人 他们物为表里 我们在调理肝的时候 肝胆都要同时调理 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抄胆筋有几个 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 孕妇不要抄 二 不要在饭后 立马抄 最好是休息 40分钟之后再抄 三 小孩或者年轻人 胆筋可以多抄一点 让气血增加的速度快一些 四 抄打胆筋最好是在早上 早上太阳升起来之后 是抄打了最佳时间 老年人 往上不要抄胆筋 体弱的人 抄胆筋的时间 不要太长 好 早上抄完胆筋 就是第一步 还有 第二步 往上推肝筋 最好是睡前 一个小时推 肝和胆是互为表里的 所以 肝筋和胆筋的位置 是对应的 胆筋在外侧 肝筋就在腿的内侧 我们可以坐在垫子上 把两只脚 脚心相对 用脚跟 来推肝筋 肝筋就在我们大腿内侧 偏中间的位置 用脚跟推 从腹骨勾 上膝盖方向推 左右 各推3到5分钟 如果是我 更喜欢用经络拍来拍 这样更省力 更有力于坚持 而且拍子的力度 更好 用拍子从大腿根部 开始上膝盖方向拍打 方法都是一样的 充分利用拍子的弹性 把力度渗透进骨肉之间 好 来回拍打 3到5分钟 我们抄胆筋 推肝筋 对养肝的好处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坚持做 你会发现 身体上 很多小毛病 在坚持中 不知不觉 就没有了 你在无形中 化解了我们日常 对肝脏的一些伤害 比如经常 生气 发脾气 喝酒 熬夜的人 一定要对自己的肝 好一些 还有 所有的女性朋友 做这两个动作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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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